那么你怎么能做到无挂碍呢 什么事都能放得下呢 难 我试过 很难 所以我老有恐怖 就放不下 你放不下你就有恐怖嘛 你就老怕事 心无挂碍这事说起来很简单 我觉得能做到的 人真不多 真英的那句著名的台词 台词是什么呀 叫臣妾做不到啊 心无挂碍 臣妾真的做不到啊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 叫婉毅 婉毅我们都认识很多年了 他说我奶奶有名 奶奶叫黄穆兰 结果 他把照片一弄圈给我一看 大家闺秀 湖南流洋人 当年在长沙区的中南女校 这个学校培养过很多在中民历史上 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 女豪杰有谁呀 相敬玉 蔡畅 杨开慧 丁玲 这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那么老太太啊 一生结过四次婚 第一段是包办婚姻 后来几次呢 就是第二次呢 就是嫁给了我这个朋友的爷爷 婉西炎 1928年 儿子出生呢 就是我这个朋友的爹出生呢 三天 然后他老太太的丈夫 婉西炎呢 就被共产党调往干西 干西南领导土地革命 结果四个月以后就牺牲了 那么后来 老太太又先后嫁过两人丈夫 一共有四人丈夫 老太太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太传奇了 你今天听着这都太远的一件事 1926年 距今90年 我想可能中国共产党 没有比他再老的党员了 9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北伐前夕呢 在武汉就投奔革命 20岁的时候 就已经身居高职 他当时是上海呢 就是这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兼机药员 你想机药啊 你没有一个良好的人品 没有人让你做机药员 在上海从事陛下工作的时候 曾经营救过 参加营救过周恩来 观向英等中央领导人 那么老太太在20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在武汉的那个几十万人的地 游这个大游行集会上呢 主持会议了 20岁的人 我们今天都不能想象 20岁的人 当然也不能说不能想象 我看大学里有的20岁的孩子 都能呱呱呱的 也挺能说的 但是未必能经历过这种兴风血雨 那么后来解放以后 这个50年代 50年代以后呢 黄木兰老太太受过 受上海的那个潘洋案的牵涉 两次入狱 长达前后长达17年 17年 后来上个世纪80年代被释放 释放以后呢 他就找到了邓颖超 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帮他平反 最后任了上海政府的参事 后来93年以后 一直移居杭州 老太太 人生的事经历太精彩了 到现在算起来还是清朝人 人长得漂亮 用不着美图秀秀 你们现在都是天天美图秀秀 你反正是通过手机发来的照片 基本上要损失三分 那么能做到什么呢 心无挂碍 什么叫心无挂碍 我就问这个 我这朋友 我就跟他聊天 我说你奶奶都有什么特点 他说我奶奶呀 谁来都高兴 谁走都不惦记 谁走都不惦记 就叫心无挂碍 他说有时候跟老太太说呢 就说奶奶说这个松花蛋少吃 说奶奶胆固唇高 老太太说我这都这岁 说一百多岁了 是吧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有时候跟老太太说 说这个奶奶说这个厨房 那个阿姨打扫都不干净了 他说我都没进去过 我不看那个事 他真的是内心能够放下来 把这一生的经历 110年到今年110年的这个经历 能够在心中不那么沉重的挂着 他才能活到今天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你想想 经历过这个北伐 这个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解放以后又受到了这个 这个不公平的待遇 入狱17年 什么人经过这样的劫难 能够活到今天 太难了 所以一定要做到心无挂碍 那我今天说也是白说 不仅你们听着也是白听 我说着好像也是白说 你让我彻底做到心无挂碍 我目前还不行 很多事都要惦记着 起码我要惦记着 每个月把节目做出来 准时能播放出去 播放不出去 网上就说你怎么不播呀 对不对 你惦记我也惦记 这就叫心有挂碍 那我们很多词 很多词 比如说 欲火分身 坠入爱河 听这词多煽情 是吧 这都是来自于佛教 这词都是欲火 爱河 这都是从佛教中来的 孙中多就有诗说 欲凭苦海浪 鲜干爱河水 所以呢 你想想 你如果 欲火分身之后 坠入爱河呢 那就是万劫不复 万劫不复 这些都是跟这个佛教相关的词汇 我们今天说话中啊 有时候你不太注意啊 你稍微一注意 你就知道这些词汇都是宗教带给我们的语言带来的营养 比如 醍醐灌顶 说这事 哎呦 我突然醍醐的灌顶 一下就明白了 醍醐是什么呀 醍醐是在牛乳中啊 牛奶中反复提炼出来那个最干美的食品 在佛教中比喻无上的啊 美味 这个最近啊 上海有一个日本来过一个一个醍醐寺的展览 这个展览在上海展完以后会挪到西安去展 醍醐寺啊 这个醍醐两个字就是从佛教中来的 醍醐寺这些重宝 头一次出国 头一次出日本就到了中国来展出啊 这在醍醐寺的几百年历史上的第一遭啊 我们生活中呢 这个这个很需要懂得一些道理啊 就是常说的话叫大车大悟 我们有时候不能彻悟 大车大悟也是这个佛教给我们带来的词汇 我们有时候有点觉悟啊 觉悟也是觉悟啊 智慧啊 这些词都是这个佛教词汇 我们的觉悟首先要要求自觉 自觉是你生活中很重要 我们今天说你这事怎么那么不自觉呀 对吧 自己不觉悟到 所以自觉是人生修行中非常重要的一关 所以我们就提倡自觉 没有人的情况下 我独处的时候 我能不能静下心来想我今天干的事 是不是能对得住我自己 我们经常是很多人在一起做事 我见过很多天天修行的人 做事的时候非常的自私 这个很不理解 你要修行 你一定要处以公心 我就要求自己啊 就是凡事一定要处以公心 站在中间这个角度去想 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 所以这就是一个修行 修行一定是需要时间 你没有年龄你修行起来确实比较费心 我有时候回过头想我 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乃至四十年前的时候 我会发现自己 越年轻越不懂事 我也不能说我越老就越懂事啊 好像我自我表扬 但是你确实跟年龄有关 当你活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世界跟你年轻的时候 是确实不一样的 所以就有了服饰这样一个词 虚服的啊 虚服的这样一个世界 这是佛教的概念 他认为你看到这些很具体的世界 并不是很具体 是很虚服的 漂浮不定的 所以服饰这个词被日本人引去呢 就做了一种绘画的表述 叫服饰会 服饰会是一种 在日本是非常这个流行 或者说非常受社会尊重 也受全世界认可的一种表达形式 服饰会它既有王公贵族的生活的表达 也有平民百姓的表达 它整个表达层面 从上到下 在社会阶层中无一漏网 全部都有表达 所以服饰会呢 是日本的这个绘画的一个宝库 那么服饰本来是佛教的用语 它指人生轮回啊 和人世的这种虚无缥缈 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说这个人世是虚无缥缈的 但是我们从内心要知道 你追求的那些东西 那些虚名 那些好像很实在的力 对于你的一生啊 在你用的时候可能很重要 但是对你的 当你明白的时候 或者说你接近于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可能就觉得这事 不过是这个空繁华一场而已 那么我们想想啊 就由于我们今天习惯于双字双音的词的结构呢 所以我们说单字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很舒服 你比如我们说 这个世俗世界 世俗世界 两个单字 两个词 世俗和世界 你要说这个俗世界 显得这个说话呢 就不那么搭 你也可以简化成这个世俗的 世俗还是俩字 所以呢 我们过去的字啊 都是一字一意 尽管捏在一起啊 捏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意思还是大致相同 但是它确实是一字一意 比如我们讲过的款制啊 我们有时读款识 就是认识的识 款制呢 是指款是平面刻下去的为款 凸出来的为识 所以这两个字捏在一起 款制啊 准确发音件款制 你读款识就读款识了 比如认识啊 我说这人认识不认识 认识 他是一个是认 一个是识 按照这个 这个古汉语的本意呢 每个字都是单独有意思的 比如语文 对吧 语是说文是这个写 语文接在一起呢 就是我们今天 要上的这一门学问 比如妻子啊 妻子在过去的意思是 妻是妻子是子 这是俩人 现在我们老说妻子呢 一般是就是指老婆了 那么这类词呢 基本合成以后呢 不改变它的基本的本意 不偏离 但是有很多是完全偏离的 比如我们举例说 领袖 领子 袖子 你把这两个词 单独的词捏在一起 变成了领袖 意思就完全不一样 比如我们说形容啊 你形容这件事 那形是什么 外形 容是容貌 把它捏在一起 就变成形容这件事 比如我们说东西啊 东西 今天说去买干嘛去了 买东西去了 这东西呢 东是方位 西也是方位 把它把这两个字 捏在一起呢 就变成了东西 再有就是手足啊 耳目啊 聪明啊 牺牲啊 金国啊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把它拆开 你比如手足 我们拆开了 手就是手 足就是足 但是捏在一起 手足是指兄弟 对吧 所以这些词汇呢 它是单拆开字 是单一 捏在一起是另外一个意思 比如推敲 这是我们常说的吧 推敲 过去夹道的诗 声敲 越下门 还是声推 越下门 反复的来自个儿在那琢磨 琢磨很长时间 最后选定了敲 为什么选定敲呢 因为敲 有声响 它增加了一个内容 推的时候 是动作 没有声响 敲的时候既有动作 又有声响 所以在诗歌中 就多一个意境 比如我们今天说的啊 琢磨 切磋 对吧 斟琢 这都单独可以算琢磨 琢是一个动作 磨是一个动作 切是一个动作 搓是一个动作 按照古汉语的本意 切磋是指古质的 比如象牙呀 西医角啊 木头啊 这些都可以是切磋 琢磨是指玉石 所以今天你说切磋琢磨 针琢是倒酒 针和琢都是倒酒 搁在一起 针琢就是反复的针琢 那我们想这个词汇啊 推敲 针琢 切磋琢磨 这四个词 哪个词跟别人不一样 这里有一个词跟人家不一样 其他的词都很接近 比如说 推敲这件事 我琢磨这件事 我斟琢这件事 它意思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但是切磋就不能这么说 切磋是俩人的事 说一人在这切磋 你说怎么切磋 没法切磋 所以语感是有区别的 当你的词汇掌握得多的时候 你在使用中就非常的灵活 你能够准确的把一个词汇滴漏出来 在你使用当中嵌进去 你的语言就变得非常的丰富 优美 甚至有趣 那么中国的词汇啊 我们的词汇都是在这个文化进程中不断的完善的 其中有两次是外来文化导致中国词汇呢 迅速增加 就显得更加丰富 一次呢 是佛教 一次呢 是晚清时候的这个日本文化 我们先讲这个佛教 宗教啊 宗教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啊 宗教它是有力量的 因为它主要是给你精神上一个慰藉 所以世界上的所有的宗教啊 主要的三大宗教是指这个佛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它给了世界上这个绝大多数人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安慰 你比如佛祖啊 佛祖 释迦摩尼呢 有一个说法是 他是公元前563年出生的啊 在这个公元前483年呢 这个涅槃活了80岁 他跟孔子几乎是同时代人 孔子是公元前啊 一般说法是公元前551年生的 让公元前479年 这个去世的 活了73岁 他跟这个佛祖释迦摩尼呢 是这个 就是前后差不了几年啊 就是同一时期的人 那么 这个时期全世界的思想家呢 思想都比较活跃 就是距今2500年到2000年之间的这个时期 这五个世纪 那么佛教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呢 他在公元前500多年就诞生了 他逐渐养育成形了以后 就开始东扩 大约是在我们的东汉的这个时期呢 进入中国 我们这个洛阳的白马寺呢 是他进入中国的一个第一站吧 今天我们都把它作为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那么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呢 对中国产生过很多影响 这个影响是非常漫长的 至今已经有2000年了 那么他最初的阶段 就是他进入了中国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隋唐以前呢 曾经有过非常这个兴旺发达的时期 所以很多词汇 那个词汇有很多词汇是翻译过来的 有的是义音 有的呢 比如塔这个音 塔 浮屠 这都是译音 有的是意义 把这个意思译过来 那么这时候呢 它使中国的词汇呢 增加了很多 这个词汇呢 更多的是双音的 比如呢 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说这个时间 说时间 我们说个时间概念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说世 三世五世万世诗表 我们说千秋万代 千载难逢 千载难逢 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说 说的比较虚 对不对 我们形容时间短呢 我们今天愿意说什么呢 说一刹那 一瞬间 一闪念 是吧 虚于不能分开 这说的都是世俗的时间 你知道啊 这个世俗的时间中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形容很短的这个时间概念啊 都是从佛教来的 我们刚才讲的刹那 瞬间闪念啊 包括我们说的虚于这些词汇 全部是宗教词汇 全部是佛教中的词汇 你比如我们今天说个记录啊 说个记录 你比如说短跑记录 世界短跑记录啊 一百米的短跑记录 跑得最快的人叫什么 叫博尔特是吧 就是标准动作是这个 完工搭建啊 九点五八秒 如果换成 我们今天能够大家理解的时间啊 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弹指啊 弹指一挥间 这个 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概念去表达呢 是一个弹指 零六个瞬间 零十二个刹那 这就是博尔特的世界记录 那这怎么算的呢 这个 佛教中是这么告诉你的 说 一刹那就唯一念 啊 我们现在 说的时间最短的就是一刹那间 是吧 或者说一闪念啊 这就是最短的时间 二十念 二十念 就是二十个刹那呢 唯一顺 就是我们说的一瞬间 二十顺呢 唯一弹指 这一弹指 二十弹指唯一锣裕 二十锣裕唯一于虚裕 我们说虚裕不可分开 就在这来的 一夜 一日啊 一个昼夜 有三十个虚裕 我们今天一昼夜 有二十四个小时 三十个虚裕 显然一个虚裕不敌一小时 是多少呢 是 四十八分钟 一个虚裕 说虚裕不能分开 我原来以为 这虚裕不能分开 顶多是个一分钟 两分钟的事 闹了半天 还有四十八分钟 这四十八分钟 能分得很远了 这四十八分钟 是多少秒呢 是两千八百八十秒 一个虚裕 你记住的是 两千八百八十秒 那么一个锣裕是多少呢 二十分之一了 它就是两分 这个二点四分钟 大概是一百四十四秒 这个 那么 一个锣裕是二十个弹指 这个弹指一挥间 这一算就算出来 是七点二秒 所以我们刚才说 波尔特的世界纪录 先有一个弹指 就占去了七点二秒 那下面就是一瞬 一瞬间 零点三六秒 时间很短了 那么一刹那是多少呢 就是一闪念呢 一念是多少呢 是零点零一八秒 百分之一点八秒 非常少 这个后面是 到达千分位 我们一般的 现在世界纪录 都记到百分位 你比如九点五八 是吧 一秒来记的话 九点五八秒 这是零点零一八秒 那么你想想 我们今天在形容 世间观念的时候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用的是 佛教中的语言 但我们其实没有 比较过哪个长 哪个短 我们也没算过 这一弹指一瞬间 一刹那之间 都什么关系 没有 就是反正很短 实际上这里呢 如果我们将来 对这个有所了解的话 你在使用当中 最短的一定是一刹那 其次呢 就是一瞬间 再其次呢 是一弹指 那尚且虚于什么 说不说两可了 这些呢 都是在几秒钟以下的 一个概念 甚至不足一秒 过去啊 这个我们读 这个毛主席的诗啊 崇尚井冈山嘛 井冈山是中国的 这革命的发源地嘛 毛主席有一句诗 是叫38年过去 弹指一回间 什么意思呢 38年过去了 就像这个 七秒二 只有七秒二 但是你不能这么说 也说38年过去了 相当七秒二 那听着就实在 太科学了 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世界 我们老说世界 今天说社会啊 世界啊 宇宙啊 说的都是一些概念 那么世界什么概念呢 这都是这个佛教概念啊 世界靠什么去构成呢 靠的是时间和空间 世界的式是时间概念 怎么是时间概念呢 比如我们说 我们有这个三式啊 前世今生来世 对不对 这叫三式 这是时间概念 界是什么呢 是空间概念 对吧 三界外界啊 我们这里都有边界 世界呢 就是空有限的空间 和有限的时间 构成了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对世界的理解 是可及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说世界 最近老发生动荡啊 世界金融怎么样怎么样 这都是可及的 我们另外有一个 比他大的词汇叫宇宙 宇宙也是佛教中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这个宇宙是什么概念呢 宇是空间概念啊 比如鲁迅先生有诗 心是浩芒连广语 广语非常大啊 空间概念 咒呢是时间概念 那么按照宗教的解释呢 这个宇是无限的空间 咒是古往今来时间的总和 你想想 这听着就比世界大很多 世界是有限的空间 有限的时间 而宇宙是无限的空间 无限的时间 这语言的这种感受 如果你知道它的 这个根本 你觉得感受就不一样 那我们说的比较小的 就是社会 社会是我们自己的词 这个事还跟佛教 没什么关系 我们过去设计嘛 中国农耕社会 搞设计祭祀的时候 大家汇拥在一起 就构成了这个社会 宋代就有记载了 宋代的时候 就是这个 做这个礼社 逢节日的时候 这种仇神的活动 就叫社会 大家集中在一起 所以逐渐逐渐就有了人群的这个社会这个概念 对吧 那我们今天说世界 那你要有什么呢 有世界观 是吧 世界观 还有什么呢 人生观 还有什么呢 价值观 这叫什么呢 三观 还叫什么呢 毁三观 所以经常你看到一个事 看得很不愉快 说这事太毁三观 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非常正确的这个世界观 十一观这个词今天不怎么太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天天的教育 我们要有正确的世界观 那么世界观跟人生观跟价值观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真的说很有很难有一刀能切清楚的地方 我们的人生观中包括了很多你对世界的这个观念 世界观中也包含了你的人生很多价值 所以我们所谓的三观 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呢 其实都是一个很接近的观念 这个观念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总的认知 那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件事 就是我们很多词都是从佛教转过来的 比如我们说看破红尘 红尘 红尘这词其实最早还真跟佛教没关 他出现在西都赋 他说红尘滚滚是指当时市井的这个景象 是指我们的西都就是指我们今天的西安 每个人都活在这样一个世俗的社会里 我们今天每个人想特别高雅是很难的 你会遇到无尽的烦恼 每个人大有大的烦恼 小有小的烦恼 每个人都有有钱人又有钱人的烦恼 没钱人又没钱的人的烦恼 烦恼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比如皇上 皇上也有烦恼 你比如雍正 雍正是一个铁腕皇上 立志是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 自个儿给自个儿刻一方印 印叫什么呢 为君难 你说他有没有烦恼 他说你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君王有多难 那么每个人呢 我们就我们生活中啊 大小烦恼全有 是不是 你就算你有钱 你有的事情你搞不定 你拿钱搞不定 你没钱啊 你没钱你烦恼就更多 所以我们生活中呢 就很难摆脱世俗的这种煎熬 所以呢 你就要修行 我们来到这个社会 为什么要有这个修行呢 是因为这个社会 不依你个人的意志而转动 不为你一个人设计 所以你在生活中碰到这样那样不顺先 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嗨声叹气的跟我说 他看破红尘 他天天跟我说 他终于看破红尘了 什么事都不愿意了 也不愿意挣钱了 也不愿意去奔命去 什么都不愿意了 我说你干嘛去 他说一会儿喝酒去 我说你喝酒 您这看破红尘去喝酒 我说喝完酒干嘛呀 喝完酒去歌厅 然后他一走 别的人就说他 说什么他看破红尘了 他一天到晚红尘滚滚 红尘滚滚 喝完酒还去歌厅 然后你问他干嘛去歌厅呢 他说他去修行 他修行是干什么去了 他说看群魔乱舞 群魔乱舞这个词汇呢 就来自于这个佛教 佛祖民想的时候 魔王就率着群魔在他身边 捣乱乱舞嘛 看佛祖有没有定力 这就是你的修行 如果一个人喝完酒 花了钱跑在歌厅到那 练自个儿的定领去修行 去修行的话 能把持住自己的话 那也就算是修行了 能够扛住群魔乱舞 对他的诱惑 你能不能把持住自己 把持也是一个宗教词汇 那就看你心中 能不能做到心无挂碍 谢谢大家